让草草的身体不窃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在圣经里面 耶稣说 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同在里面 美好的清晨 让我们也选择这上好的福分 一起来敬拜祂 美好的救助 患难时刻 你是随时的帮助 祝你一次的平安 胜过这世界 一生心靠你 不怕任何疯狼 心事的天赋 心事的天赋 是随时的身体 教祭你一次的生命 我导致祈祷 我永远地敬拜祂 在我生命中你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亲爱救助 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 我要付出敬拜你 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我的歌舞 愿情粉碎我救助 信誓的天赋 信誓的天赋 看顾我心里 是我能够的坚固 你照亮我道路 你到我的江湖 我全部生命都愿宣服 我要永远敬拜你 在我生命中里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亲爱救助 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 我要付出敬拜你 愿你永远都愿宣服 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我的歌舞 愿你永远都愿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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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满足 我的渴路 愿请跟随我救助 求祢满足 我的渴路 愿请跟随我救助 是的 亲爱的主 唯有祢可以满足我心中最深的渴慕 主啊 天天都带我进到你的同在当中 把生命最好的都献给你 可以在你的殿中不住地敬拜你 是何等的有福 谢谢我的主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我们的主 祂从来没有把一样好处留下不给我们 我们的主爱我们 祂永不撇下 不丢弃我们 祂是信实的主 祂在我们前面做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云柱和火柱 在我们所面对的一连串的挑战当中 祂应许做我们的惊奇 做我们的元帅 让我们在凡事上面 我们都来学习更多对他有个认识 对他有一个更深的渴慕 更坚定的信靠 更深的爱 有一个更加坚定跟随的行致 就是帮助我们在今天 我们从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从在大卫的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去经验到 即使在人生谷底 我们所遇到这些麻烦事或者痛苦的事情 其实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 使我们对这位神认识更多 我们坚定依靠祂的脚步 能够跟得更加的紧密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萨摩尔记下 十六章的七到九节 还有十一到十二节 世美咒骂说 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 去吧 去吧 你流扫罗全家的血 接去他做王 尤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 将这国交给你儿子压沙龙 现在你自取其货 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 喜卢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 这死狗七个咒骂我主我王呢 求你容我过去 隔下他的头来 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所我的性命 况且这汴雅敏人呢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他就施恩于我 感谢神 那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读到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大卫 他在遭逢艰难困苦 他在一个在人看来是非常 负面是绝望的环境当中 他怎么样来解读他所遭遇到这些事情 他是在那里忙得去生气 怨天尤人呢 他是在那里去感到很灰心 然后他就觉得人生乏味 他就想了结他的生命了嘛 他又从什么态度 然后去面对他所面对的这一切的逆境呢 感谢神 患恋生忍耐忍耐生老恋生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我们就经历到神 圣灵把他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遇到一连串的艰难的时候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些得着的 有些生命当中美好的 我们过去我们可能忽略 或者我们不知道里面 他蕴含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祝福的 他在里面 在这个环境当中 他在我们里面就有成长的机会 成长的机会 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贝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生命 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当他不断地在那里成长的时候 在艰难在痛苦 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 那里面出于神的那个生命长出来 他就能够面对这一切的逆境 彰显出这个生命的价值 这生命它是何其的美好 它是何其的丰富 神愿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成为我们高台 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什么时候你会体验到这样的事呢 当然就是在你四面受敌的时候 你心里作难的时候 遭逼迫的时候 或被人打倒 或要更负面的 再来对待的时候 那里面的生命 神愿同在的 这个应许 就会彰显出 它那个无与伦比的力量 和它价值出来 大卫在人生 在逐渐老迈的时候 因为他过去所犯过的一个罪 就是他把乌利亚的妻 取过来 然后杀了乌利亚 这件事情 是他人生当中 非常大的一个污点 虽然他在神面前悔感认罪 那他的罪也被赦免 但是因为这个罪导致的 它的影响 那么他也必须要去承担的 这个影响当然 因为他是一国之君 所以不仅仅是在他自己 也在他的家庭里面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甚至负面的影响 因为这个罪 导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那么他的长子安嫩 监污了他的妹妹乱伦 那么后来 又被他的第三个人压上龙 就把这个长子安嫩杀掉 那么接下来 看到这个安嫩 他们还要起来篡位 当然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孩子 也就夭折了 所以很多的不信领导 在这一连串的事情当中 你人生当中遇到这些事 你要如何去解读呢 你要解读成为是 都是这些人 他们干这个坏事 然后影响到我 那么或是想说 神啊 像这样的事情 觉得太不公平了 太重了 或者是什么 弟兄姊妹 我们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求主 赐给我一个 谦卑的心来寻求他的面 不要让我继续的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离他越来越远 我要就进他的荣耀宝座 我要就进这位在主的 是恩的宝座面前 我要求他的连续 我要得到他的安慰 恩惠 要做我随时的帮助 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前 当然 神光照他很多事情 是事出有因的 如果你知道 你就该怎么样来面对 人生当中 发生这些负面的事情 对我们有什么 正面的一个学习呢 我个人的一个 生命中的经历 曾经是这样子 我曾经遇到 一些很艰难的一些事情 我曾经有问过神说 主啊 人怎么可以这样 他们怎么可以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比好像世人都不如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但是主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孩子 你上了十字架就没事了 我说十字架不就是要死了吧 主说你死了 你就没事了 是了 人死了 对这些事情是不有反应的 我都死了 我们不就完了吗 是了 我也死也死不了 我自己也不敢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个死法 主说我已经为你死了 我已经为这一切的事 我已经为你而死了 今天我把一个复活的生命给你 你活着是为我而活 所有的这些事 你要看你自己是已经死了 死人对这些事情就不再有反应 对别人 对你的夸赞也好 对你的一个否定也好 其实是我在你里面活着 我怎么样反应 你就怎么样反应 让这些事情使你更多的来认识我 我是这样的一位 是的 在我人生当中也是很痛苦的时候 曾经我也问过主说 主啊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主 我很难过 主去告诉我讲说 孩子我特爱你 这些事都是我允许发生的 这些事我允许发生 我特爱你 让你能够更多的 能够来认识我 因为你曾经向我祷告 我在呼应你的祷告 你不是祷告说 要更多的渴慕我吗 认识我吗 相信我吗 爱我吗 跟随我吗 是的 在这些事情当中 让你晓得 只有主是你渴慕的 你需要更多来认识的 人生旅渡当中 我们多少就像大卫一样 他被人 后来 虽然是赦免他的罪 但是他后面罪恶的那个结果 当他在尝到那个滋味的时候 是非常痛苦的 可痛苦并不是叫他 只是活在悔恨里面 他也必须要在众面前 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来面对他 因为他的态度 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在未来的日子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 人生当中的逆境的 你可以做个很负面的示范 你也可以带领他们 来到这位神的主面前 让他们因着神 来改变他们人生的道路方向 大卫在落难逃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的心 我们说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过去那些在你旁边 吹捧你的 现在很多人可能就落井下石了 他们在那里去咒骂大卫 他们说大卫 你就是一个流人血的 你就是杀害了扫罗的全家 然后就很多的控告 然后告诉他讲的说 你等于是你把他的王位 就篡位了 然后这个罪到归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儿子也来接续你做王 很多这些完全不实的指控 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他说你流了扫罗他家的血 扫罗他家的血 怎么跟他有关呢 正好相反吧 要找大卫问题 大卫麻烦 大卫东奔西跑 他从来没有想到去害别人 但是被人追得非常的惨 但是有人决定把鸡飞成事 或者是黑白颠倒的 就硬加在你的身上 有时候你真的觉得百口莫变 这些事情完全不是事实 那你怎么办 你捡起就去跟他打架了是吗 他说扫罗家的 这个刘扫罗家的 扫罗家的血的 都是要归在你身上 扫罗不是他杀的 他的元帅亚尼尔也不是他杀的 一时破设 这个大卫的 扫罗的王的儿子 也不是他杀的 都是另有其人 不管是约亚也好 雅比塞也好 那么或者是他的 这个义士破设手下的利甲巴拿 这些叛将也好 大卫反而去严肃的 处罚了这些叛国的这些臣子 但是这个侍美 把所有的这些罪状 全部都安在大卫的身上 你怎么你会觉得 你人生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没有做的事情 你做的这个做的事情 这个别人呢 就记得你的坏事 好事不记得 但没有的事情 他也要这么来陷害你 有的时候你真觉得 人生怎么人可以是 这么这样的坏 但是呢大卫面对这些 旁边都是看不下去了 那我们跟你讨公道 就把这些乱讲话的人 就把它处理掉了 杀人灭口也好 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但是大卫去跟他讲说 不是这样子 大卫认为这些事情 发生的是神允许的 是允许的 允许什么呢 就是借着他们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其实也让大卫 他的反应 神也借这些 来看大卫你是如何反应的 我说你可以去跟他 就是对的 就是对干了 就是跟他来算账了 另外一方面 他是这样看的 我人生里面 我有很多的错 这些错 有些是他们乱讲的 那有一些 跟我的确是有关系的 有则改过 无则加免 出于神的 如果是我就默然不语 他所说的 再一次是神给我的机会 许多的冤枉 许许多多的不实的指控 我刚刚跟各位说过 我们可以 这么大大地喊冤 但另外一方面 我可以学习 这是我过去 我不曾这样子做过的 就是我曾经 我任凭我自己 我爱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凭我的血气 我就做反应了 但是我今天学习 神冤在主 我宁可让步 天平瞩目 过去他凭他的血气 凭他的情欲 他就做了很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今天 他有机会 他在为自己身冤的时候 他不 他把这些 都交在神的手里面 他说 神也在看我的反应 或者就因为 他们这样的说 我这样的反应 神知道 我是一个真正愿意 回到他的面前 来向他 来求神来处理 尊我的神为王 我尊我的神为圣 他来掌管一切 弟兄姊妹 好不好 我们今天来到主明前 我祷告的时候 我要求主说 你让我这一生当中 虽然我过去做了很多的 走了很多的错路 但是我今天 让我跟你的心来对齐 让我的心智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我更加知道我要依靠谁 我更加知道 我要亲近的是谁 也要谁来为我做主 让我们一起在主门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非常地需要 你在艰难当中 我心生被对待 祷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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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 我们要向着你所恩典来奔跑 一路的来赞美 祷告神 阿们 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 能够知道怎么反省 一个容忍的能力赐下来 让我们不就是随便地就抱怨 我们的主为我们背起十字架来 祂走上各个塌 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祂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走一条 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路 这一个生命赐给我们 是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的生命 我要求主 让我们在乎这位神 在我们难处当中是如何的反应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肉体的 这个世界用什么方式 我就用什么方式 让在过程当中 来彰显无与伦比的神 祂来为我们伸援 祂来帮助我们脱困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来帮助我们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 便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宣传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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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阿 是的 祖阿 帮助我们 因为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能够将爱神的人得益处 祖阿 祢帮助我们里面 真的是难够来 以祢为乐 祖阿 遵祢为大 祖阿 若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 或者是人家住在我们身上的难处 祖阿 我们愿意谦卑在祢的面前 祖阿 若是出于自己的过犯 祖阿 求祢光照 求祢使我们能够快快地回转 若是出于人的软弱 祖阿 我们就将自己 完全地交托在祢的面前 祖阿 赏赐 祖阿 或者是一切 祖阿 都是从耶和华来的 祖阿 让我们的心就是定睛在祢的眼前 在祢的面前 祖阿 我们愿成清洁的心在祢的面前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主 我谢谢祢 让我们生命当中 允许我们经历到一些非常的事 让我们经历到说 祖祢是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祢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亲爱的主 谢谢祢 出于祢的话 也就烙映在我们的心板 祖阿 也应验在我们生活当中 依靠仰望祢的人 就什么好处都不缺 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要永远敬祢 在我生命中 你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祢 我亲爱救助 有谁能够将我与祢分离 我要付出 请拜祢 我要付出 请拜祢 愿祢永远的 喜悦我的身体 求祢满足我的客户 求祢满足我的客户 愿请跟随我救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